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个月都可以赔的 现在材料涨价了 那我们好好看 他说每个月可以20万 现在由于疫情 订单好了 订单没什么订单 一场为家 能养得起我们就算不错了 一年到处受疫情影响 材料包涨 一个材料差不多30块钱 就像我充一个30块钱 还有各种产品再卖600块钱 相当于没什么力量 每个月都亏本了 他说在这里上班就好好干 不想干的都可以吃工作人了 养不起来了 每个月都亏本的 所以做老板也很难的 白衣服那个是我们老板娘 看都没有这么年轻的 今天工作也不好做 好多厂都不行的 他说都倒闭了 他说还能维持多久 我都还不知道 这个事情就跟疫情了 好多材料也卡到了 基本上 材料送不过来 相当于都做不出过来 所以定单慢慢减少 还要裁人了 也愿意走都可以 也不造人的 你们多的做 不多的算了 就这个意思 反正我是分一天时间的 我是保底工作 保底工作270分一天 相当于品堂门都很强了 今天上午在这个车间 玩了一个上午 也说200多块钱一天 哎呀 我说可以啊 那边没什么定单 定单不多 老板就说了 想走就走 不走就在这里坐 反正玩一点也是那么多 我觉得在这里养老的 刚刚进来有三天了 三天第四天了 反正全都可以了 准备下班了 本来说呢 出来吃个饭 还有什么饭店开的呢 下去买点饭带回来吃 可是下来突然发现 好多饭店都关门了 正好呢 给大家拍一拍 现在的一个营业情况 床路口开始 这边是一家药店 这个超市还开的 上门一管闭店了 这家串串店 锁门 这两家饭店 珠宝也都关门了 这边这是应该是 买衣服的 手擀面 麻辣烫 这家干洗衣服的店 还开门的呢 这个是一个 螺丝法吧 门口上的锁 这家解肥的 解肥的店也关门了 二手房就更不用说了 这家理发店开门的呢 饭店 生活用品店 辣丫头 辣丫头也不营业 里边没看到有工作人员 这是一家生活超市开门的呢 超市基本都开门的呢 黄门鸡米饭 熟食店 螺丝粉 什么米蟹店 这家已经开始转让了 这边 卖鞋的 卖这个 卖衣店 这些饭店都关了 看我们辛苦的工作人员 辛苦了哥 这家理饭店 关门了 这个炸鸡店开的呢 炸鸡店还有这个零食店开的呢 这边 我经常来他们家 美瓜掌的这家 都关了 这一批基本上一网打尽啊 那边卫生服务站 也关门了 我最喜欢吃的烧饼店 也关门了 直接就是放假 这个疫情对这些做生意的人们呀 影响还是蛮大的 文具店 蔬菜店应该是还在营业 因为是一些人们买的一些生活必需品 蔬菜呀 肉蛋之类的 还都开着 我们穿过一个丁支路口 我们再往北走走看一看 看看这个小区 长乐湾 禁止一切未来人员进入小区 这边这几家还好啊 都是一些小吃店 还开的呢 这家酿皮店不开了 其他还都开的呢 卖胸肌的 卖这个压编的 还行 这边是等着做核酸的人吗 排队 疫情防控仍然有辙 大家赶紧来做核酸啊 这家大的水果超市还正常营业 这边连着好几家都管门了 哎呀 这一个月这些商家少挣多少钱呀 人们挣钱都不容易 他们这家庭里边 这家庭里边这一个月的开支生活 还是还是个大问题 看他们没衣服的都关了 这些小诊所不用说啊 基本上都管了 因为上面要求 小诊所必须都关门 蛋糕店 铜锅蒜 关门 我们再看一下这边 我走到右手边啊 这些全部 一片 都停止营业了 一网打劲 哎呀 人们都不容易啊 这儿大部分都是些文具店 书店 这儿门口有个学校呢 学生也没开学 所以这些店铺 都早早的关门了 这个学校 这是三十九庄吧 看这儿全部关门 平时这些小吃店 中午的时候人还挺多的 我还过来吃过几次呢 这个广告店也关门了 看到这种萧条的景象 还挺不是滋味的 人们生活都也不容易 这个我们辛苦的工作人员 辛苦了哥 还在接手岗位 太辛苦了 这边还行 有几家开的呢 有的是没往下拉那个萌帘 但是过去看 也基本上都是上锁的状态 你看这家 它其实是不营业的 但是它没有那个萌帘 以外它营业的呢 这个天火的这个大鹏谷 这个早就关门了 我想好几天了 这边基本都是饭店 都也关门了 这儿有一个闷灭馆好像开的 里边还有人吃饭呢 还行 这两天赶正常营业的人们都胆子挺大 估计也都是没办法 闷一点涮一点吧 这边的蛋糕店 这个他们家卖的挺贵 这个包子也都关了 走到头了 走到新华大街了 对面就是这个内容国际了 没有了 给大家拍完这个这条街的情况了 大部分90%的店铺版都关门了 我们忽视这个疫情这回啊 来势凶猛 情况还比较复杂 到现在呢 每天还好几十好几十的病例在增加呢 我们大家也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护措施 别给人家政府添乱 人家让咱们居家 咱们就居家 让咱们做核酸 咱们就做核酸 昨天看到新闻说 有个风控的小区的人给跑了 哎呀这个人真实 才放了三天 放了三天你就坚持不住了 再说这有啥坚持不住的呢 你说你出来啊能干啥 出来这几天你能去哪玩去 你敢去哪玩去 在家你就乖乖的待着吧 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带大家看了一下 抓紧买个方便面 回去吃个旁面吧 拜拜